列位,现在我们说到中国最大的几个城市 大家自然会想到北上广深这四个一线城市 可是在上个世纪初的中国 当时的一线城市却并不是他们四个 而是南有上海,北有天津 在民国时期,上海被誉为远东第一大城市 放眼整个世界来看 也只有像美国的纽约,巴黎,伦敦等等能够超越它 而那个时候日本东京香港洛杉矶都没有上海滩耀眼 而民国时期中国的第二大城市就是天津位 当时的天津是北方的贸易和金融的中心 如果从发迹时间上来说 天津的发迹应该是早于上海滩的 但是天津和上海这两个城市发迹的这个原因 或者说起点是不同的 天津因为地理上靠近当时清王朝的首都北京 它在政治上起着拱卫京师的这么一个作用 是清王朝的一个屯兵的一个重镇 大家都知道当时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 就是在天津登的岸 然后登岸之后 向西北方没走多远就达到了北京 当时的国家政府清王朝 从这件事情上他就意识到了 这个海防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呢要想不被外国列强欺负 一定要实行洋务运动 天津的发迹其实就是源于清王朝的这个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大臣选择在天津 又是建这种军线兵器场 又是打造海防 建造北洋水师 筹炼新军 天津当时由于靠近北京 是妥妥的洋务运动的中心城市 洋务运动在天津的兴起 不仅是官方开办了这些军工厂 大孤炮台 或者说新式的学堂 还有其他的很多配套的工厂 比方说炼铁的 还有附近的开平煤矿 专门从天津到这个唐窟 还修了一条铁路 专门用来运煤 天津这个城市的发迹 或者说慢慢的兴旺起来 就是在这个时候 整个清王朝举全国之力 大量的资本涌向了天津 现在大家都知道 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 就是投资 消费和出口 这个投资里面 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政府投资 当时的清王朝的财政 重点扶持天津的洋务运动 那这个天津不兴起 那才怪呢 在当年的天津 因为八国联军侵华之后 其实也在天津 这些八国联军 也都占了像上海滩那种的租界 包括英租界 美租界 比利时的 俄国的 日本的 法国的 等等等等 很多国家 在晚清 一直到了民国初年 北洋军阀那个时期 天津整体的经济 和这种贸易的地位 是远远的高于上海滩的 上海滩慢慢兴旺起来超过了天津 应该是到了北洋军阀的后期那段时间 上海滩和天津一样 它也是有外国人占领的这种租界 有着这个英租界 法租界 还有公共租界 像是英美这种西方列强来中国 上海滩占领租界 他们主要还是和中国去做生意 把自己的产品推销到中国 然后从中国掠夺廉价的资源 在北洋军阀的晚期 上海滩的经济总量 一度占了全国贸易总量的66% 上海滩的兴旗和天津的兴旗 是截然不同的 当年上海滩的发展 就和现在我们很多地方的政府招商引资 吸引外来资本 去当地投资新厂 这种性质差不多 上海滩之所以能占到 全国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 也是源于这些外来的资本家 或者说是民族的资产家 这种投资新厂搞实验 慢慢发展起来的 那么有的朋友可能就会说了 天津和上海都属于这种港口城市 天津呢 也有很多国外的租界 那么天津就没有一些 外来的资本家 或者民族资本家 兴建实验建厂吗 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先来说一下 当时除了天津上海 中国的第三大城市 这个城市呢 就是长江中游的武汉 在当年的武汉 孙中山曾经说过 要把武汉建成纽约伦敦 那样子的国际化大都市 让它成为东方的芝加哥 大家都知道 美国的芝加哥的地理位置 是沿着密西西比河 向内陆地区走 走到五大湖那个附近 芝加哥这个城市的地理特点 和中国武汉市是非常相似的 为什么中国当时的第三大贸易城市 也是离着上海不远 同样在长江沿线的武汉市呢 而不是天津附近的其他什么城市 那就是因为在当时的中国 整个中国的经济重心 是在江南地区 江南地区的人口也比较多 第二个呢 江南地区的人也是比较富裕 我们暂且不论国外的资本家 在中国到底是开什么厂 不管他要在中国开什么厂 把这个产品卖到中国老百姓手里 那大部分消费者或者大部分用户 还是在江南地区 而不是在北方 如果把工厂建到天津位的话 只能辐射到北方地区的老百姓 而把工厂建在上海滩周边的话 整个通过长江水道 可以辐射到江南地区 比较富庶的老百姓 有的朋友听到这里 可能会想到 为什么江南地区 要比北方地区要富庶呢 那是因为在清王朝的时候 中国的封建社会 大部分老百姓是从事着农业生产 也就是种地 有那么一句话 叫做胡广熟天下族 当时整个中国的这个农业生产 还是在江南地区 在南方一亩地 可能种个两季或者三季的水稻 那在北方地区 一年这同样一亩地 也只能种一季的水稻 那产量肯定不如这个江南地区 前一段时间有一部电影 是冯小刚导演拍的 叫做1942 讲的就是河南发生大饥荒的故事 你可曾听过江南地区发生过大饥荒 肯定没有吧 除非是某些时候 江南地区发生了战乱 有了很多的流民 有了空地 那才会造成部分的饥荒 大部分中国历史上的饥荒 还是在北方地区 不是干旱 就是闹蝗灾 要么就是黄河泛滥 大家读历史经常看到 当年的民国初年 有一些革命党人 大部分都是江南地区的 包括广东的孙中山他们 汪精卫 还有湖南的我党的一些领袖 就是因为当时他们普遍的经济状况比较好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整个社会经济条件好了 这样子才能在社会中滋生出那些文学 艺术 还有一些情怀的东西 而北方的老百姓呢 很多当时连饭都吃不饱 哪有心思考虑其他问题呢 我们说了这么一大堆南北的经济差异 现在呢 我们又回过头来 来说一下 在当时的天津卫 有没有像上海滩杜月笙这种人物呢 答案是肯定的 肯定是有 在和杜月笙同一时期 在天津卫 也有一个人号称叫天津杜月笙 这个人的名字呢 就叫袁文慧 我们今天呢 就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天津杜月笙 袁文慧 他和真的杜月笙交往的故事 和他自己的发迹的故事 袁文慧出生在1901年 比杜月笙小13岁 他呢 就是天津当地人 出生在天津的叫做卢家庄 这么一个地方 袁文慧的出身和杜月笙不同 袁文慧呢 人家家可是世袭的这种地方的流氓 他的爷爷叫做袁老仙 他爷爷家呢 因为兄弟子职很多 一共有十来个人 所以说在他们当地 卢家庄成了一爸 没人敢招惹他 他还经常欺负别人 所以说在中国 有一个传统思想 老百姓都愿意生儿子 不愿意生女儿 这个重男轻女的思想 和这个呢 也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 家里面呢 男孩多 男丁多 最起码呢 就在村里面 没有人敢欺负 袁文慧的爷爷 袁老仙 带着自己家的兄弟子职们 做的营生 就是要做脚行 脚行呢 就等于是现在所说的搬运工 或者说是四川重庆那边 说的那种叫棒棒那种职业 袁老仙他们一家人 当时先是在顾一间 去帮别人去做搬运工 顾一间也就是救货 救衣服市场 在顾一间当搬运工 和其他的竞争对手 在争地盘打斗过程中 袁老仙排行老七的儿子 叫袁国章也就是袁文慧的父亲 失手呢打死了对方的人 就被当时的清皇朝政府给逮捕了 判处冲军到了山东 袁文慧的父亲袁国章 被判到山东去服刑之后 刚好赶上山东在闹义和团 他就趁乱逃跑了 并且还参加了义和团 袁国章随着义和团闹到了天津 又回到了天津位 可是很快义和团运动就失败了 这个时候的袁国章没了义和团这么一个靠山 又投靠了清皇朝 做了清朝的一个官兵 被派到了山西 从此杳无音讯 自从这袁国章没有消息之后 袁文慧的母亲很快就病死了 小小年纪的袁文慧这个时候就成了孤儿 还好他们家族人员比较多 袁文慧就和他的弟弟 在他八叔袁国喜的抚养下长大成人 随着袁文慧慢慢的长大 他的爷爷辈 袁老仙的弟兄们也相继都离世了 袁家在当地也渐渐的衰落 抚养他长大的这个八叔 袁国喜 借着父兄的余威 在当地开了一个赌场 生意还算是不错 由于袁文慧这种流氓世家出身 加上当时的社会风气 他整天呢就在街上游手好闲 和一些流氓地痞混在一起 打架斗殴惹是生非 袁文慧就这么混着混着 很快呢也加入了青帮 拜在了当时天津卫 稽查处处长白云山的门下 做了白云山的门生 白云山作为天津稽查处队长 这个就相当于上海滩 法族舰探长黄金荣 这个职位也差不多 白云山这个人呢 本身是山东人 他早年就加入了青帮 辈分上来说应该是通子北 那么袁文慧作为白云山的门生 也就是物字北 和杜月生呢是同一个辈分 袁文慧自从有了这么一个靠山之后 更是胡作非为 无法无天 由于抚养他长大的袁国喜 他的八叔本身就是开赌场的 从小就耳濡目然 他对赌场如何运作是非常的了解 袁文慧自从有了这么一个靠山 他平日里呢有事没事 就到各个赌场里边去敲诈勒索 收点保护费 慢慢的 他巴结上了当时天津卫的 日本租界的华补探长 任了人家做了干爹 一直到了后来 日本发动了清华战争 占据了天津卫 他呢更是不顾民族大义 做了汉奸 和日本人合开赌场 在民国初年 不管是北方天津 还是南方的上海 杜月生 还有这个天津的 假杜月生圆文慧都是靠着赌场生意发家的 圆文慧自从有了日本人撑腰 在和另外的帮派黑吃黑的过程中 又派自己的手下强占了天津卫的一个货运码头 太古码头 有了这么一个码头之后 他呢就派人联络上了上海滩的杜月生 和杜月生联手做着天津卫的鸦片销售的生意 圆文慧在和杜月生合作卖鸦片的过程中 他呢一个劲的邀请杜月生来到天津未完 可是杜月生呢一直就没有去 因为杜月生觉得圆文慧是给日本人做事 如果和他走得太近 生怕被别人骂作是汉奸走狗 最后的事实也证明杜月生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圆文慧呢在日本失败之后 很快就被国民党政府给抓了起来 在天津解放之后 我党新中国刚刚成立 就把圆文慧判处了死刑 虽然圆文慧号称是天津杜月生 但是他和真正的杜月生相比还是差距很大的 虽然他们都是靠着赌场生意发家的 也都是青帮物自备 还都有政府的靠山 真正的上海滩的杜月生 并没有做罕奸 而且在抗战中呢又是出钱又出力 在当时那么一个社会背景环境下 不仅是有天津的杜月生圆文慧 还有武汉的杜月生叫做杨庆山 之前呢我们在前文提到过 他做的就是放白鸽的生意 在全国各地 这么多的杜月生类似的人物中 有一个人叫做香港杜月生 和杜月生呢 交集比较深 也是最像杜月生的 关于这个香港杜月生 我们下集再讲 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